1939年9月 为了侧应武汉会战 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对广州的攻击令 企图切断中国军队的海外补给线 面对日军七万虎狼之师 作为华南重镇广州 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 广州 地处中国南部 是西江 北江 东江 三江汇合处 边临中国南海 是华南沿海最大的城市 是华南政治 经济 文化的中心 也是中国 利用香港输入外援物资的主要通道 为了切断中国 华南方面的外援路线 早在1937年12月底 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就提出了 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的设想 但因遭到日军海军的反对而终止 1938年7月 日军大本营 确定在武汉作战的同时 进行广州作战 9月7日 日军大本营 预前会议 正式做出了攻占广州的决定 同时下令编组第21军 担任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 9月19日 下达第21军战斗序列 由台湾军司令官 古装干狼中将任司令官 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 和第4飞行团等部 并决定由海军第5舰队 配合第21军 进攻广州附近要地 切断中国通往国外的 主要补给线 10月上旬 日军第5第18第104师团 在澎湖列岛的马攻 集结完毕 待命出动 全国抗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在广东设立第4战区 由何英钦 兼任司令长官 但军事委员会 却始终未把广州 作为重点防御地区 这是为什么呢 由于广州临近香港 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一厢前院地将国家的命运 托付给了英国 认为如果日军进攻广州 必将损害英国的利益 英国可能会出面干涉 并由此判断 日军不会贸然地 进攻广州 基于对战略形势的错误估计 广州始终未被当作重点防御地区 不仅如此 第四战区范围内的广西 被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 致使华南兵力极为薄弱 在武汉会战前期 蒋介石为加强武汉防守 还从广东抽调了四个主力师 1938年9月7日 就在日军大本营预前会议 决定进攻广州的当天 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成 就向蒋介石报告 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 已同时进返华南 但没有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10月8日 根据英军情报机关的消息 武铁成又已集电报告蒋介石 日军可能在10月11日前后 大举进犯广州 蒋介石对此仍是不以为然 认为这是日军的宣传战 他不仅没有下达 加强广州防务的任何命令 反而要求于汉谋 再出掉一个师的兵力 增援武汉 认为只要武汉能守 则越必有无虑 约翰谋 自沃齐 汉族 广东高腰人 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后从晚系部队转投越军 1925年 随越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 参加北伐 抗战时期 约翰谋成为广东省最高军事长官 约翰谋接到蒋介石调兵的指令 还没来得及派兵北上 日军就发动了进攻广州的作战 早在10月4日 日军第21军就下达了进攻广州的作战命令 命第18师团 从大亚湾西北角延前港 澳头港一带登陆 迅速北进攻占淡水 行进至惠州附近东江一线 准备渡江 命第104师团 从大亚湾东岸玻璃场地区登陆 迅速沿平海之惠州公路 占领忍山冰箱平潭集结 命第9旅团 从大亚湾东北角的沿造贝地区登陆 迅速北进攻占东江南岸的 横立镇渡口 从东迂回侧印第18第104师团 进攻惠州及渡过东江 于汉谋完全没有料到日军会从大亚湾登陆 他把原先驻防惠州的第63军 调往虎门一带 加强虎门防御 虎门 中国南大门的海防要塞 是水陆进出广州的必经之路 素有金锁铜关之称和南海长城之域 历史上 凡是从海上沿珠江水道进犯广州 就必须先攻占虎门 为什么日军不打虎门 而是先打大亚湾 日军是显然受了松户会战 东路金山卫的启发 当时日军和中国军队 在上海打得胶着 日军为打破僵局 派出军队 扰到上海西南侧的杭州湾 在金山卫东路 国民党军担心后路被断 很快就放弃了上海 这次日本陆军顾忌成眼 对广州进行迂回包抄 事实证明 这一招果然奏效 大亚湾 是中国南海的重要海湾 位于广州侧翼 有公路通往广州 日军占领大亚湾后 可以利用公路便利 输送优势兵力 进攻广州 一旦广州得手 再从背后进攻虎门 在避开虎门强大炮火的情况下 轻易将其攻破 那么余翰谋为什么如此自信日军会将虎门作为进攻重点呢 其中的缘由要从一年前说起 在1937年8月 嵩护会战全面打响后 为了切断中国军队的外援渠道 日本海军先后两次对虎门发起进攻 国民政府海军部次长 陈策主动请应 亲临辅门督战 陈策 自愁朔 广东文昌人 国民政府海军中将 广东舰队的名将 曾协助孙中山在广州对抗陈炯明 陈策为了守住虎门 在与日军的战斗中 身负重山 失去了一条腿 在陈策的带领下 中国海军和虎门官兵浴血奋战 利用暗炮的巨大威力 两次挫败了日军的作战企图 守住了虎门 两次虎门之战的胜利 让约翰某走向了一个极端 过度迷信海军和虎门 但是他忽视了前两次虎门作战 日军派出的仅仅是海军一支中型舰队 而这次是重兵压境的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 局势发生了变化 虎门的作战思想却一成不变 未经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日本首相兼外相禁卫文某召会各国大使 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 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 看着形势严峻的广州, 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 激忙从武汉战场抽调九江一南的第六十四 第六十六军支援广州 但远水救不了晋科 错误的战前部署 千里之外的援军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的推进速度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 于汉谋及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军很快攻占博罗 于十月十八日进至增城东南的福田 与中国军队第15三师第45九旅 开始了激烈的正面交火 第45九旅少将旅长中方军率部鱼血奋战 在日军炮火的猛烈攻击, 飞机的狂轰乱炸和骑兵的两翼包抄下 中方军部几乎伤亡殆尽 加上侧翼友邻部队早已溃散 越来越多的日军已成三面包围之势 中方军不得已下令撤出战斗 10月20日日军占领增城 并沿增广公路两侧向广州寄进 广增之战在广州战役中是双方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 日本防卫厅的中国事变中国作战十载 日军伤亡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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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成 广州市市长曾阳府一起 带着党政机关向越北撤退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 当时的记者记录了 1938年10月21日下午 日本士兵举着日本国旗大摇大摆的 在广州市区行走的情景 于汉谋作为一个地方军阀 为保存实力亲戚广州 中外各界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识致电讲解室说 广州不战而现 国外感想圣恶 当时广州民间还流传着一句讥讽他们三人的话 于汉无谋 无铁失臣 增仰无谱 由于日军第一阶段的作战出乎意料的顺利 日本台湾军司令官武装干狼决定 第五师团于珠江口提前登陆 10月22日晨 日军第五师团由第五舰队护航 从大亚湾出发 绕过香港 进至珠江口 在飞机舰炮的火力掩护下 日军登上西岸大脚岛 但遭到大脚炮台中国守军的坚强抵抗 日军出动一百余架飞机 配合舰队炮火 对大脚炮台连续轰击一昼夜 驻防大脚炮台的中国海军陆战队 一个加强营 近五百名官兵 全部壮烈殉国 见此情景 继阵的虎门要塞司令 郭四眼少将下令撤退 10月23日 虎门要塞陷入敌手 而此时 蒋介石派来增援的 第六十四、第六十六军尚未到达 至此 为时两个星期的广州作战 宣告结束 广州的尸首 其根本原因是蒋介石 及军事委员会 在战略判断上的失误 导致了防守力量的薄弱和分散 于汉谋在兵力部署上的主观研判 和作战中的错乱指挥 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广州作战 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 中国守军几乎为组织有力抵抗 日军仅用九天时间 就轻而易举地攻陷了国家 而且是中国失去了一条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 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 龙沟桥事变爆发后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国共两党再度合作 共同欲武的政治局面终于形成 政治 经济 文化 外交等战线 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深深地 深深地 走进你的脊椎 高高地 高高地 举起你的气质 感谢观看